3 各位好,我是台灣山林復育學會的執行長蔡志豪 我們現在目前在進行銀河歡林的一個掩替的調查 主要是因為我們要進行銀河歡林 怎麼樣去進行天然的復育,恢復成一個天然林 所以我們從花蓮的和平電廠跟台九縣 台九丁的58K的地方 我們沿線進行銀河歡的調查 發現有很多的原生的木本植物是存在在銀河歡林裡面的 那其中呢,血酮出現的頻度是最高的 那也有一個趨勢呢 是血酮有辦法跟銀河歡進行一個競爭而取代銀河歡 那我們同樣從花蓮到高雄壽山這個地方來 我們要驗證這個現象是不是也在壽山有存在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樹冠層 在這個地方呢,樹冠層是以銀河歡為優勢的 這個樹冠層呢,銀河歡樹林裡面呢 同樣跟花蓮和平電廠附近的銀河歡林 一樣出現同樣的現象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銀河歡林下面呢 一樣出現了非常多的 就是頻度非常高的血酮的 不管是小樹跟大樹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銀河歡林下面的血酮的樹呢 大大小小都有 但是雖然銀河歡林下面有這種景觀的羊踢甲這一類的植物呢 但是我們看到羊踢甲這一類的植物 它高度並沒有超越過銀河歡 所以呢,形成銀河歡林跟羊踢甲這些樹呢 是共存的現象 但是呢,我們隨著我們的鏡頭 我們往這邊看 這個掩踢的序列 隨著血酮進來之後 銀河歡就開始退掉了 我們可以看到 這幾顆銀河 這個血酮 在這邊生長 然後呢 最高的地方你可以看到這一顆 大概 五公尺的這一顆血酮 它已經開始要突破銀河歡的樹冠層了 我們再往這邊來看 所以你看到這幾顆血酮 已經在銀河歡林裡面突圍 然後呢 剩下的稀稀疏疏的幾顆殘留在血酮林的中間 好,那我們來看這邊 好,那我們來看這邊 好,我們來看這個 這顆血酮 在銀河歡林裡面 它成功的突圍之後 它已經高度超過了銀河歡的樹冠 而它的血酮的樹冠 一打開之後呢 一打開之後 它形成了遮蔭的效果 讓底下的這一些 生態就開始轉變了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銀河歡已經開始 弱化 慢慢的 你看到它已經 殘存的幾顆銀河歡 像我們的這個銀河歡 它慢慢的已經開始弱化了 然後進來的這一些呢 包括了像 靈果龍 就出現在血酮的樹下了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裡 還有 還有蟲屎 等等 那事實上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呢 它的整個生態的掩替呢 就開始 速度就越來越快了 所以呢 這是我們在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看到的現象 那 我們也 等一下呢 鏡頭也會帶到其他銀河歡林 比較密集的地方 同樣也是出現 有很多的血酮的 這些小樹的出現 那等一下我們再過去為大家做說明 謝謝大家 各位好 我是台灣山林副育協會的執行長蔡志豪 那我們剛剛鏡頭呢 就轉過來這裡 這裡呢 可以看到這裡呢 是銀河歡林 為優勢的一個樹林 那在這銀河歡林裡面呢 在這個地方 是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那 那對銀河歡的 過去的做法 比較傳統的做法 就是清除掉之後 進行造林 所以我們過來看一下 這一片呢 清除了一小片之後呢 它所 我們看到的造林的樹種呢 是白基藹 但是這樣的一個造林的樹種 白基藹的樹種 大概是間隔 密值大概1.5公尺一顆 但是這裡面我們看到地上 地上幾乎寸草不生的原因呢 是因為撫育的關係 那 事實上呢 我們看到這裡 有銀河歡的小樹 所以你可以看到 白基藹旁邊的樹苗 都有銀河歡的小樹 換句話說 白基藹它是一個不耐陰的樹種 也就是陽性的 這個 只要撫育一停止 像這樣的銀河歡 它要超越你看這個銀河歡 這顆銀河歡已經超越了 這個白基藹的小樹了 這個銀河歡它要超越這些白基藹呢 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當它的陽光被遮住之後呢 這些白基藹幾乎 它存活的機會就很低了 所以呢 白基藹的生長的速度 跟銀河歡生長速度 實在是相差太多了 所以它必須要仰賴很很高能力的 高成本的輔育 才有機會來取代銀河歡 反正銀河歡的面積實在太大 要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處理銀河歡 事實上 這成本太高 但是我們鏡頭往這邊帶來看 所以你看到了這裡 這個造林地 有非常多密集的銀河歡的小樹 跟這些造林木共存 只要輔育一停止 這個馬上就會取代我們的白基藹了 我們往這邊來看 但是在這一片的白基藹造林裡面 卻有一顆野生的血銅 一樣跟我們剛剛的鏡頭是一樣的 這顆血銅 增長的速度非常的快 它已經到了銀河歡三分之二的高度了 然後呢 它這個樹冠打開的時候呢 它慢慢的可以突破 跟我們剛剛講的 可以突破銀河歡的高度 然後樹冠打開之後 產生的遮音的效果呢 有這個取代銀河歡的趨勢 所以呢 在這一片 銀河歡非常優勢的一個銀河歡林裡面 像這樣的一個血銅 數量也是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所以呢 也值得我們在進行銀河歡的整個掩涕 富裕 怎麼樣富裕為一個自然森林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參考 就是透過森林掩涕的趨勢 來進行銀河歡林的一個這個防治的一個計畫 我們是台灣森林富裕協會 那現在進行這樣的一個富裕工作 那也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跟關心 謝謝